大家好,我是东南青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LCK的下一轮季后赛 那么由于双败赛制的存在 上一轮的四支队伍其实都是没有被真正淘汰掉的 那么回顾一下上一轮的两场BO5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首先就是Genji 3比2艰难战胜DK 晋级胜者组决赛 除了第一场Genji赢得相对轻松一点之外 之后的四场都是打得难解难分 如果不是最后一场Chovy大发神威 恐怕DK以常规赛D5的身份 反杀常规赛D1 创造历史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为什么Genji的表现会如此的挣扎呢 我认为跟配子选手的表现低迷不无关系 这位一直被拿来跟宙斯相提并论的另一个超级新秀 在上一场BO5的表现可以说是被A命选手玩爆了 不但泽力被对面正反手教育 输出更是把把都只有对面的一半 对线更是一把都赢不了 第一把输线之后 第二把气急败坏 选出德莱文加兰博 叫上堪勇二级抓下 就想要给对面的A命上上嘴脸 结果三叔闪现向前 他还在后面练习德莱文该怎么接斧子 队友好不容易帮他被动提了几次款 结果全队最高经济打出了全队倒数第二的输出 连对面A命选手的一半都不到 然后明明是出了名的泽力狗 结果泽力版本连泽力都玩不好 被对面起脸对位MVP 输出跟打野大树一样高的泽力 真的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连对面A命选手卢西安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不是最后一把 丑比天神下凡 那么这位关系户 可能就真的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除开配子选手的表现不佳 Genji战队的BP也同样令人担忧 这个第一把的上单卡牌 和第二把的三射手 和第三把的辅助蓝薄 一看就跟提望失出同门 好在后两把似乎意识到了问题 开始转变思路 上路开始选择坦克英雄 下路开始选择后期大核AD 打野开始选择开团英雄 不然这场BO5最后的胜负还尤为可知 当然 DK能砍下两个小场的胜利 自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 剪辑状态差可以解释的 DK本身在本场BO5当中的表现 自然也是可圈可点 A命选手的状态神勇 在之前和配子选手的对比当中 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Showmaker选手也是表现亮眼 尤其是第二把 在下路被对面针对的情况下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carry了比赛 以10-0-8的完美战绩拿下了MVP 而上野辅三人的话 虽然表现尚可 但是都屡次有给机会的行为 尤其是King战选手 虽然有单杀Trophy的亮眼表现 但是在第三和第五局 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 都是King战选手给的机会 被对面率先开刀 导致团战落入下风 葬送好局 这里多说两句King战选手 首先King战选手表现当然不差 中规中矩 但是我这里重申一下 King战选手的名头 King战选手是S12英雄联盟 全球总决赛冠军 决赛最具价值选手 英雄联盟有史以来 仅有的十位FMVP之一 也是有史以来 仅有的三位上单FMVP之一 如果你对他的要求 仅仅是表现尚可的话 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好的 如果说上一场 我认为会一边倒的对局 最终打得异常胶着的话 另外一场 我认为会打得难解难分的对局 反而出现了一边倒的态势 韩华以3比0的比分 横扫了T旺 我虽然觉得版本现状 不利于T旺 但是我原先认为 T旺起码能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做出一些应对 哪怕这些应对 不足以让他们赢下这场BO5 起码输得不会过于难看 但是现在看来 实际情况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 T旺不但没有做任何的应对 反而是固执己见 连选了两把三射手阵容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CVMAX在做BP 总的来说 金克斯表现不佳 Viper则利暴杀 宙斯难以carry Carrier被版本制裁 Faker未能突破Zekka 都是符合我的预期的 只不过我没想到这些问题 一个都没能被解决 当然T旺重选手 被DDoS攻击这个问题 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你打不了排位 你当然会对这个版本变化 不是那么敏感 DDoS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 T旺战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LCK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拳头也没有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新科世界冠军 就这么被别人堂而皇之的恶意攻击 那么以上三个实体 全都难辞其咎 但是呢 T旺再怎么也是前任世界冠军 春季赛常规赛第二顺位 韩华可以以下客上 并且3比0横扫T旺 当然不仅仅是依托于T旺本身的表现不佳 韩华本身的状态同样是异常火热的 迪赛的选手三场泰坦 两场MVP LCK硬斧王的风采展露无遗 多兰也是挖掘机正反手给宙斯好好上了一课 尤其是第一把在上路被连番针对的情况下 还能稳住发育最后团战游龙砍下MVP 实在让人不禁怀疑上单挖掘机 这个套路是不是给多兰量身定做的 除此之外 Viper选手的泽力 Pinut选手的赵信 Zekka选手的沙皇 全都状态在线 如果说T旺是版本祭子的话 韩华毫无疑问是另一个极端 天时地利人和 无一不站在他们这边 好的 聊完了已经结束的两局比赛 四支战队即将在接下来的两场BO5当中 互换对手 重新来战 结果又将会如何呢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最重要的仍然是版本环境现状 一支战队能否在BO5当中取胜 个人的实力 大赛的经验 过往的荣誉 这些全都是其次的 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一定是这支队伍是否契合版本 顺应版本 甚至说能否驾驭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的主题是什么 那就是双C和中后期的5v5团战 首先是去年世界赛开始就一直流行的中路大和 在S14版本当中延续了强势 这得益于AP装备的加强 也得益于飞机龙王等英雄的增强 而ADC的崛起则是在14.6版本才有的事 这得益于电刀无尽大穿甲的加强 再加上设计师削弱了前期散剑的强度和辅助装的强度 这导致前期进攻的难度上升和收益下降 而前期B战以资源置换为主来保证双C发育 然后在中后期凭借5v5团战取胜则成了更优的思路 上野斧这三个位置的选角也是在向这方面靠拢的 比如野斧更偏向于选择开团英雄 上路更偏向于选择前排英雄 给双C的输出创造空间 那么这样看来 Gengi本应该是契合版本的 去年Gengi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前期运营 确保Covie和配子发育 然后中后期接管团战拿下资源 继而赢下比赛的 但是上一场BO5当中 配子选手的状态低迷 却给Gengi接下来的比赛蒙上了一层阴霾 双C双C 双C版本重要的不是C而是双 一旦双C当中有一个C位跟不上 团队就必须为之倾斜 继而影响另一个C位的优先级 比如在对阵DK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 在先前已经玩了四场中单大和的 抽屉选手悍然锁下延阙 也正式靠着这首延阙 在中路队线稳稳压制住 Showmaker的同时 孤身一人全场游走 在带动了节奏 保住了配子发育 拿下了全队最高击杀参与率的情况下 竟然还补了全场最多的刀 打了全队最高的输出 甚至连视野得分 也是除了辅助之外最高的 这也间接说明了 Gengi现在赢下比赛 已经要依靠Trophy这种顶级发挥 才能弥补下路的缺口了 如果配子选手不能恢复 刚出道之时的神勇状态的话 Gengi战队在之后的季后赛之旅 必然是困难重重的 而相比较于Gengi的挣扎 韩华战队则是无死角的契合版本 不但有着能够稳定打出输出 Carrie比赛的双C 还有着开团好手Delight 老油条多篮和小花生 不但能够保证队伍在对面进攻的时候 可以以柔克刚稳住局势 还能够在队伍能够赢团时 果断出击掌握主动 这样的一支队伍 当然有进入MSI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强队 一较高下的资格 故而我认为本场比赛 将会以韩华3比2或者3比1战胜Gengi的比赛结束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4月7日败者组的第一场BO5 T1恐怕没有时间为上一场的惨败感到难过了 因为接下来的一场比赛 也不见得就有那么的十拿九稳 DK虽然汉服于Gengi 但是也打出了自己的风采 尤其是A米选手的一手绝活则力 数次几乎扭转了局势 一手卢娜也是敢打敢拼 状态堪称一流 这恰恰积在了T1的软肋上 小吕布选手在AD的队位上 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压力 但是相比较于韩华 DK在其他地方就远远不如了 首先是开令选手 这位LCK的Hellosong的硬斧是出了名的臭 在上一场对阵Gengi的BO5当中 也是无选软斧 从表现来看 这个版本比起软斧宝牌 凭借着增强后的星界巨手 不断找机会的硬斧才是更合适的 韩华在对阵T1的第二局 还表演过一把辅助打野双骑士之势的理解 而比起开令选手而言 Karya选手不是不会玩应付 他只是不选 他加入T1之初就是以钩子英雄闻名的 包括洛这种英雄也曾经有和 Gumayoshi选手打出过洛霞齐飞的名场面 所以如果能够调整好的话 Karya选手也不见得就不能适应当前版本 除此之外的话 Lucy的选手跟LCK历年出道的新人天才打野一样 都是擅长瞎子这种节奏型打野的类型 所以DK才会执着于给他联选三把V 让他能够玩得舒服 能够做到事 但是在第五把V被Zenji抢先绊掉之后 Lucy的无奈选择的Jumay则是表现不佳 几次大招乱甩也是DK输掉比赛的原因之一 而相比较Lucy的而言 经过世界赛洗礼的Owner选手 已经掌握了瑞尔Jumay这种开团类型的打野 在上一场BO5当中 Owner选手的状态也还算不错 算是T1这边比较像人的了 这也是下一场BO5当中T1的优势 然后是中路的Faker选手 抛开最后一场的狐狸不弹 Faker选手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场和第二场的飞机伤害真的是拉满了 但是三射手的弱智阵容真的是赢不了一点 第三把的狐狸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被下路的兰博辅助绑架去玩前中七进攻了 总而言之 如果上野斧能够扛起开团的职责 能够让Faker安心去玩中路大合的话 那么我认为Faker选手自然会展现出 他被称为世界第一中单的原因 而上路宙斯的话 昨天第三把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上单卡牌的问题 终于是开始尝试上单挖掘机 虽然玩的臭 但是我认为这没什么 你卡牌玩的再好 不适应版本也是白搭 挖掘机玩的再臭也是个挖掘机 而宙斯选手也不是不会玩前排 刚出道的时候 他反而是队伍的牺牲位 当初一直是纳尔绝活哥的 关键是T1这个队伍要把整体的重心 从上路转移到中下 这样一来的话 宙斯和King Jant选手的队位本身其实并不重要 总而言之 虽然我仍然不知道T1对于自身的问题 认识到什么地步了 但是起码他们经历过一场大败之后 必然将认识到自身存在问题 而在全错的情况下 任何调整都是向好的 我认为本场比赛将会以T13比1 或者3比2的比分战胜DK结束 当然如果T1真的深陷淋雨而不自知的话 那么被DK击败也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后续分享更多有趣出装和玩法 以及后续的赛事预测 请不吝点赞关注一键三连